长度再加冒号再加下一个字 OK就可以了 只是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1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等号以后的公式剪下来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用mid OK我这边用那个文字里面的那个mid函数 那mid的话前面有讲过嘛 就是算那个几个字 Test贴上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一串 那我要做什么呢 star number 意思是说从第几个字开始我要资料 从第几个字 从这个入职时间 的长度 所以加一个ln ln就算帮我算一下 算一下什么呢 入职时间这几个字 后括一下 4个字 意思说入职时间那我要从 第几个字开始取我要的资料 第5第6 有没有 所以后面要加多少 加 应该是 冒号的下一个字加两个字才对 从第6个字开始 那要取几个字呢 我之前可能会一直想说到底这边有几个字 那不是要再算说这边长度 总共的长度 减掉 6个字 那后面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输入99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后面的我全要 就用这一招 有没有 那我就不用管说到底有几个字 反正后面我全要就用这一招就好 这一招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不是只有 在这边可以用 VBA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只要你是从中间取的 后面的字都要的话 如果说后面 还有不要的那你就不能用这一招 所以 就像我后来我只要遇到这种状态 我就不用管 我也不用去想说 我就全部一样 你只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想那个解决的办法的时候 真的 不一定只有唯一的解答 所以有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去看别人书里面解答 不要被他的解答 给限制住了 为什么因为你限制住之后 你好像就只会那个方法 其实像这些也是自己想出来的 OK 你就懂得变通一下 很多事情就变简单了 你就不用再去想说 到底要几个字这个问题 99就好了 OK 而且我觉得还蛮好记得 按确定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 你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可是向右向下应该会出错 为什么出错 因为 确定 抓 向右OK 有了 但是向下要不OK 向下就不OK 为什么 因为他有时候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就会看出来了吗 关键的地方 因为主要呢 我们LEN一定是抓什么 抓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向右的话呢 这个D 如果没有锁的话 他会变E 可以抓到这一个 没有OK F G 但是向下的话呢 后面这个E会变2 会变3 会变4 所以特别注意 前面这个D 前面要不要加钱的符号 要锁吗 不用嘛 E要不要锁 要OK 就这样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很多地方也是类似有同样的概念 如果你这个清楚的话 所以我前面一直强调说有的时候只要锁栏 不要锁裂 或者有些刚好颠倒 那你一定要很精确 不能说两个都锁住 像这一题两个都锁住挂掉 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只会针对D D1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把它锁住 第一列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按确定 OK 然后向右 这样OK 向下 OK 放开 就 大功告成